好 那我們接著我們看一下 剛剛呢 只是其中的兩層 那我們說基本上面 你不管多少層都沒有關係 首先第一個 我們如果是 normal的instance 那我說我們這些物質 通通不考慮decade的 它都沒有會power loss的一個 的medium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第一件事情的話 露色的ni 那反色nr 那透色的部分的話呢 是nt 那因為我們基本上面 這有幾個介質 所以我們說我們先假設這是medium1 那第二個介質呢就是medium2 那這是medium3 換句話說 medium1 一雄1 μ1 你現在 加的另外一個介質 一雄2 μ3的部分 那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會發現說假設只有兩個介質 根本沒中間這一個的話 那就是露色反色透色而已 那現在呢你有了中間這一個 這個露色波到了這個boundary一定會透色過去 所以我們知道這邊一定有一個透色波 n 那我們說這是n2 ok 那n2呢你現在是透色波 我們用plus來表示好了 然後呢 這個透色波到了這個介面的時候 它會有穿透沒問題 它也一樣會反色 反色的部分就是n2 minus 那這個波到達這個介面的時候 它又會有反色 又會有透色 ok 然後這個透色波 剛剛不是說這邊有反色嗎 反色就是反色回來的是這個方向 反色的部分呢 碰到這個介面 又會有透色又會有反色 所以這個坡跟這個坡 其實不是很單純的 你從這裡穿透過來的部分而已 它包含的是從這個boundary ok 反色的坡經過這個boundary 再反色回來的 那同樣的這一個 一樣的 除了這邊反色回來的坡以外的 那 它透色出去的時候 它還會有反色坡回來 所以這兩個介面其實 是一連串的反色的部分 換句話說我如果做一個示意的圖 我說這個坡是去回來 但是到這裡它會有 這個會有去回來 這邊也會有去回來 那這邊也會再有去回來的一個情況 然後有透色 這邊有透色 這邊也會有透色 OK 所以基本上面我們可以知道 這中間的部分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情況 所以我們如果要把這個整個的 EI 的部分 我們說我們是一個 陸色坡 就 EI 那這個反色坡呢 反色坡就很多了 這個反色坡不只是從第一個 透色回來的透色坡 還有再去再回來的透色坡 通通是屬於這個介面 和原來這個介面的反色坡都是 ER 的範圍 OK 那這邊的ET 一樣的情況 那我們對這兩個中間的部分 是非常複雜的 我們就用 E2 正 那這個呢 用 E2 負來表示 這是第一個你要了解這整個 這個每一個part的這個性質以外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到 它的磁場的部分 那這裡的磁場的話 Ni close Ei 這就是磁場的方向 那 Ni close Ei 就是磁場的方向 那這個呢 一樣的磁場方向 H2 負 那 Ni close Ei 就是磁場的方向 OK 在這邊 在這邊 一樣的磁場 你把你的整個的大的性質 通通把它畫出來以後 那接著你就是定量的部分 你要把它放進來了 所以我在這邊 我稍微的看一下 ET的部分 其實包含 initial的 reflection OK 從 Z等於0 這個平面 然後呢 還包含 translation的部分 從Z等於 這是D D D等於D 這個位置 反射回來的 透射波的部分 OK 所以我們把 ER的部分呢 是 1 R0 我把Ei 先寫出來 好了 Ei應該要先寫 Ei0 E 負J Beta1 Z 然後 Hi呢 就是 1 1 分子 1 就是 I方向 就是 J方向 Ei0 E負J 的 Beta1 Z 那 ER0 是 EJ Beta1 Z OK 這兩個 應該要寫在這個地方 好 那你現在 你知道說 第一個 Media 它的Total 的 場 我在這裡 通通是用Betal 來表示喔 好 那Total的場 的話呢 相當於是 Ei跟 ER 你把它相加起來 所以這個是 Ei0的 E負J Beta1 Z 然後 再加上 ER0的 EJ的 Beta1 Z 這是你的Total的電場 那Total的磁場 部分 OK ETA1 分之1 那 這個呢 是 Ni Close Ei的部分 然後 R0的 R0的EJ Beta1 Beta1 Total的場 Total的場 我直接把它寫了 我不再把它分開來寫 那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是 E2 正 E Beta2 Beta2 Z 再加上 E2 Beta2 Beta2 Z 就是這兩個 你要把它相加起來 好 那 H2 呢 一樣的 是等於 E2 然後是 N2 正 Close E2 正 再加上 N2 負 Close E2 負 Beta2 這個 一加起來的話 就變成 J方向的 E2 然後 E2 正 E 負 J Beta2 Z 減掉 E2 負 EJ Beta2 Z 這是Legion2 那Legion3 電場的部分 就只有Transmission的部分 那我們直接把它寫成Transmission的場的部分就是I的 ET0 E 負 J的 Beta3 Z 那 H3 呢 也是 HT 它是等於 J的 Beta3 Beta3 分之 ET0 E 負 J的 Beta3 Z OK 你要把它 這個一定要會寫 為什麼我們上欄課最後要 要跟你們考一個小試 就是 目的就是要提醒你 不要說你會寫而已 你如果不會寫這個的話 那你後面的其他的部分 你就根本 不要再繼續往下看了 好 再來的話呢 當你把這三個Vision的場都寫出來以後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要去看你的Boundary的Condition 是不是能夠符合電場跟磁場的連續性的部分 那你現在你看到 第一個在這個 Z等於0這個Boundary Z等於0的Boundary 那Z等於0的Boundary的話 你的電場 跟Medium 2的電場 它的切線方向要連續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E1 OK 因為你的電場 本來現在就是切線方向了 所以你的E1 Z等於0 OK 或者是E1X Z等於0 要等於E2 然後 Z等於0 所以你把它帶進來 所以你把它帶進來 我們可以看到 在Medium 1的部分 那就是E1 EI0加ER0 章Z等於0的時候 就是EI0加ER0 那在Medium 2 E2 就是E2正 加E2 乎 OK E2正 加E2 乎 這是第一個 你的電場 的切線方向要連續 第二個 你的磁場 的切線方向 要連續 因為你現在 JS是等於0 OK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一樣的情況 H1 Y 因為我們 切線方向 現在 剛好你的磁場 全部都是Y方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是Y方向的部分 當Z等於0的時候 要等於H2Y的Z等於0 所以我們把 Z等於0帶進來 就是 E1 EI0 減掉 ER0 要等於 E2的 E2正 減 E2 乎 OK 好 這是 第一個equation 第二個equation 你已經大概知道 然後再來 再看 Z等於D 這個位置 在這個界面上 也一樣等 你要符合連續訊 所以我們就看到 E2 X 的Z 等於D 要等 E3 的X Z 等於D 那換句話說 E2 Legion2的部分 你Z 帶D 所以變成是 E2 Z E E負 Z Beta1 Z Beta2 D 減 加上 E2正 E的Z Beta2 D 要等於 Legion3的 ET ET 0 的 E負 Z Beta3 D 那沒有問題 好 那 磁場的部分呢 也一樣的 H2 Y 當Z 等於0的時候 要等於 H3 Y Z等於D 在Z等於D的事項 要連續 所以你把它 Z帶D 進來 就變成 E2分之 1 E2 正 E負 J Beta2 D 減掉 E2 負 這是負 EJ 的Beta2 D 就等於 E3分之1 ET0 E負 J Beta3 D 第三 跟第四 這個Equation 那你現在 你從第一 跟第二 Equation 我們可以去看到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 EI0 ER0 它表示成 E1 E2正 跟E2負 你可以把它表示出來 從1跟2 那你把它表示出來的話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個是等於2分之1 E加上 E2分之1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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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表示出来 那从3跟4呢 3跟4的部分 你就变成1吐正跟1吐负 你要把它表示成 1T 那1T的部分的话 把这两个equation 加加减减 就变成是 1分之1的1加上1T3分子1T2 1负J Beta 这个是 Beta3减Beta2D 然后2分之1 1-Beta3分子1T2 1负J Beta2加上Beta3D 当你写完这两个 Matrix的时候 那你马上想到就是说 我E10跟ER0的话 其实可以表示成ET了 OK 应该没问题 所以 基本上很简单 你就把它再乘上去而已 可以把这个Matrix用它来表示 所以换句话说 EI0跟ET0 现在 现在 这是Matrix A 这是Matrix B 所以现在你看到是 把Matrix A 乘上 Matrix B 它就是等于ET 应该没问题 所以把它一乘起来 就是EI0就是它乘 它就等于ET了 换句话说它是等于 EI0就等于二分之一 OK 二分之一跟二分之一乘 就四分之一 E加ETA2 ETA1 E加ETA 属于分之ETA2 E负J Beta2-Beta2D 这整个 Beta属于分之一加Beta2D 这整个 ET0 你就可以得到了 OK 那同样的ER0 我就不算了 你也可以把它得到ET OK 那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可以把它计算 ET0 ET0除以EI0 这个Ratio你可以得到 因为 这个值 你把它除一下 那我说这个是C的值 那实际上它就是C分之一 这有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挂号 那我们看到 我说 我说 透色波比 入色波 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透色系数 对不对 这是我们原来 所定义的 是Gamma OK 那我们希望的是 ER0比 EI0 我们说 这个是我们定义的 这是定义 比 ET0 那我们已经知道 这一项 这个项 是等于C分之一 那这个 底下这一项 这就是D 所以 这边 就变成C分之一乘上D分之 这是D分之一 所以你Gamma 就变成C分之一 Tau也求到 換句话说 你就知道说 到底这个电子波 那反射的 反射的Ampitube 跟入色的Ampitube之间 它的关系到底多少 透色的Ampitube 跟入色的Ampitube之间的关系 你也知道了 好 那如果 你都已经知道 E2症 跟E2腹 跟ET的关系 那ET 跟EI0的关系 你又知道 对不对 我说 E2症 跟 这个ET 那ET是等于多少 ET ET 刚刚已经讲了 ET0 是等于Gamma的EI0 所以 EI0 E 没有 E2症 跟E2腹 所以 你也知道 所以 你也知道说 只要你知道 路射坡 你就可以知道 进到 戒指里面 的Ampitube 大小 你就知道 换句话说 这整个的行为 你全部通通非常清楚 OK 那 我们说 我们就举个 这是一个薄膜 这是一个薄膜的话 假设 这个是一个薄膜 一胸1 一胸3 它就是一胸0 那Mu1 是等于Mu2 是等于Mu3 它是等于Mu OK 那 换句话说 这是1 1 就等于1 1 你就等于1 1 那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在这个条件 底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关系 变得很简单 ET0 比 EI0 这个C的部分 就是这一项 OK 因为E ET1 跟ET3 是相等的 所以ET1 跟ET3 这是相等的 那你们可以把它 稍微整理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值就变成 两倍的 ET1 ET2 加 ET2 ET1 ET1 1 1 β2D加上 E2E1-ETA1-ETA2 E負J 的四倍的EJβ3D 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字 它ER0我也可以得到 我们把它直接写出来一下好了 这边ETA2cos的β2D加上J的ETA0加ETA2 平方sin的β2D 2J的ETA0-ETA2 sin的β2D 好 你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我们说这是反射坡 除这个反射坡跟路射坡的关系 但是这边如果是等于0的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这个 这个薄膜 当它的厚度是低的时候 让3β2D是等于0的时候 它没有反射薄 也就是说 在这个厚度的情况之下 我一个东西入射进去以后 它没有反射回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ER0是等于0的时候 那β2D应该要等于多少 等于2分之π OK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时候的D 它是等于多少 β是等于2π of lambda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是等于 D是等于4分之个lambda D等于4分之个lambda的时候 就代表说这个的厚度 是4分之坡长的时候 那我们常常我们就把这样子的 这个薄膜叫做4分之坡片 它的如果你是4分之坡 4分之坡的坡片的时候 OK 4分之坡片的时候呢 等一下我看 对不起 3β2D的时候 它是maxima的部分 它是反射最大 这是2分之π的时候 它是等于maxima最大值 所以它就是变成 这时候是反射最大的 OK 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不是等于0 它反射是最大 多大呢 另外一个是等于0的 1R0 是等于 负的 因为等于2分之π 它等于这一项就等于0了 就负的 1它0平方加1它2平方分之 1它0平方减1它2平方分之 1I0 这是它的反射 的值 那另外一个坡片是2分之π 那另外一个坡片是2分之π 2分之π的情况呢 就是它反射没有了 所以当β2D它是等于nπ的 就是nπ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那D它是等于2分之n个λ 那在这个条件底下它是等于0 然后它是等于1 所以1R0它是等于0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换句话说 这个坡片 那它是2分之坡场的时候 那这是2分之1坡片 那它是完全没有反射 1R0是等于0的 那这个时候是反射罪 1R0是maxima OK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坡片的性质 在光学里面 你希望你的反射光 就是说 你希望你的反射光 经过这个坡片 全部反射的话 那坡片的厚度 就是4分之λ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反射光 是这个坡片 是不要有反射光 最好全部有 最大的透射的情况之下 那就是你要用2分之坡片 那注意哦 这里面的这个d啊 β2d是等于nπ 所以你的d 所对应的λ是什么 是坡在这个戒指里面的λ 不是在外面的λ OK 这个d 所对应的这个λ β2 这个λ是在这个戒指 如果是在玻璃 那就是在玻璃里面的坡长 而不是外界的坡长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现在 你要去design一个 你的光学实验的话 那你希望 比如说雷射光跑进去了 这个坡 然后出来的是最强的 那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个效应的话 那你就要看ET0的部分 当你是在这个条件过这个条件的时候 你都可以把你的d值放进来 去算你的ET0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透射光到底多少的成分的部分 那在这里面的 那在这里面的 要注意的 你要算的时候这个β2 那d如果是四分之λ的话 这个λ是在medium2的λ 这是medium3的β 这两个是不能直接 这两个是不能直接 这是2π除以λ3 这两个是不能直接去消消的 要很小心的这个地方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是你看到你多层膜的情况 那如果你还有再更多一点的膜 那就完全又不同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的眼睛 你的眼镜的话 眼镜你希望的是用 如果你的眼镜 你希望的是用什么波片比较好 你要戴眼镜的话 你的眼镜 你的眼镜 这个还是这个 如果你戴这个波片的时候 你就是什么 别人看你就好多反光了 你的眼镜就会反光了 这个的话你的眼镜就比较什么 不会反光 大部分都进到你的眼镜里面去 再讲一个概念好了 在光学里面四分之波片跟二分之波片 是非常常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定义 波的阻抗 那我们怎么定义这个波的阻抗呢 我说这个阻抗呢 impedence z 他是随着位置在变化的 ok 他是随着位置在变化 那他呢 他的定义是什么 哦 沿着boundary 就是跟boundary切线平行的电场跟磁场的比值 那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ex跟hy的比值 那他的单位呢 那他的单位呢 是欧姆 ok 这个是我们定义 这个web impedance impedence 那对这个定义来讲的话 基本上面 你在不同的阻值里面 当然你就会有不同的这个 主抗的部分 所以 比例 依照这个定义的话 你可以把我们这个这个介质里面的 电场 total的电场 跟total的磁场 比例就是在这个medium的主抗 你也可以把这个medium的total电场 跟磁场的比例就是他的主抗 那我们说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刚刚 只有两个介质的 例子来看的话 那我们都知道说 E1X 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刚刚已经看到的 那在这个medium里面的话 那他的 X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EI0 E E-Jbeta1Z-E1-Z-E1-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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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jβ1z加上γ 1-jβ1z 那我们刚刚也知道说 γ的指能是 η1加η2 η2-η1 只是我们在刚刚已经算过 那hy的话 那也是hi0 hi0的话就是 η1分之 η1 η1-jβ1z 这边是减掉γ1zβ1z 这是我们的结果 在前面那个例子里面 就是上一堂课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笔 e1x h1y 我们说一笔i0消掉了 η1 然后上面的话呢 就变成 e-jβ1z 加γ的 e-jβ1z 然后 e-jβ1z 减γ的 e-jβ1z 那你得出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 如果 在任何的位置 我说 在l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的 million 1z 等于 负l 的位置 它的web impedance 等于多少呢 那你就把l放进来 就变成是 e-jβ1z e-jβ1z 然后 减 加上γ e-jβ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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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掉γ e-jβ1z 你就直接把它放进来 你就得出来了 那 我们看到 这个结果 其实你可以再把它 进一步化解 化解成 e-jβ1z 然后我们 γ1z 是这个值啊 你把它带进来 就变成 e-jβ2z cosin β1z l 加j e-jβ1z sin β1z 然后 e-jβ1z cosin β1z 加上 z e-jβ2z sine data1z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如果 e-jβ1z 等于e-jβ2z 那我们可以看到 z等于-lz 的时候 他就等 e-jβ1z 其实这没了什么了不起 就是这两个median 是同一个median的时候 那我们说 他在这个位置上 就等于他的 impedance 没有什么大了不起 但是 如果 我的 我的 e-jβ2 等于0 那 就是 perfect conductor 的时候 γ 是等于 -1 啦 γ 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什么 等于 j e-j beta1的 tanger beta1的 ok 所以 你知道 他是等于 这个的时候 所代表的 意思是什么 从这里面 你就可以 非常清楚的 看到 基本上面 在这里的 impedance 对每一个 每一个位置上面 他不是uniform的 这个是uniform ok 反正 电池波在哪里 他的impedance 都一样 但是这里就不一样了 你随着你的 l的位置 在改变 你的z1 是不同的z 所代表的 就是你的电池波 是随着 你的位置 在改变 你的impedance 就是你的主抗 是跟你的位置 有关系的 ok 这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现象 一般我们直觉上 就觉得说 在这里面 就是一个medium 那电池波的主抗 是要一样的 但是在这边 很清楚的 呈现给你知道说 电池波的主抗 是不同的 它是跟 10n的β1z l有关系的 ok 那10n的话 是从什么 富无穷大 到正无穷大 所以你可以到什么 你是有 这个impedance 从富穷大 可以到正无穷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